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加沙地带灾难性的医疗卫生情况 恐怕将难以改善 路透社报道 巴勒斯坦官员指以色列的袭击 导致加沙地带大部分人口无家可归 电力食物或干净的用水匮乏 那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这位总干事唐德塞指出 加沙地带医疗需求激增 疾病风险增加 但是卫生系统的能力 已经缩减至以哈冲突前的三分之一 即使世卫通过紧急动议 为重建医院筹集资金 但是灾难性的情况恐怕难以改善 这也是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联合国动议首次获得一致通过 此外路透社也引述外交官员消息报道 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 可能会在星期二就一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这项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 立刻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美国星期四否决了安理会一份推动 实现以哈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 多国对此表示失望和遗憾 欢迎议草案进行表决定 草案进行表决定 惊心大剑 有本巨道 心萌劲草案进行表决定 决定 opposed 他是遗憾 速决定 也有 特性